日前一段大陆著名维权人士许志勇在狱中的讲话影片 通过外媒流传到网络 许志勇在短暂的影片中直接点出了当局将他关押的三大所谓罪状 他还表示愿意为社会的进步付出代价 他更呼吁更多的公众支持并参与新公民运动 中国新公民运动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 今年4月起他被当局非法软禁 7月16号北京警方与聚众扰乱公务场所自序的罪名将实际有刑事拘留 许志勇被捕后 南方人物周刊竹笔和三位经济学家毛于世 媒体人校署 公共政策研究者杨子利等人 发起了要求释放许志勇的公民社会呼吁书 据了解目前呼吁书的联署人数 已经达到了3000人以上 但很多知名人士相继遭到警方传唤 新唐人记者熊斌李勇采访报道